你也没见见到处嚷嚷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你也没见到处嚷嚷 所以中国怎么就那么霸道 那么不要脸 到处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可以说两岸人民叛统一 这话没有毛病 两岸人民叛统一这话一点毛病没有 但是谁统一谁 那就得通过什么自由民主的选举了 台湾民进岛的创始人提过建议 对啊 咱们可以进行选举给中国共产党倡议过 中国共产党都不敢回音 真做自由选举 中国共产党所有干的坏事 相信都会被其他党派拿出来 各种视频音频文字证据展现给全中国人民看 因为以前你是一党专政 现在自由选举 你没有控制权都会看 看完了中国人民全是傻的 不用选举 中国共产党立刻在中国就变成过街老鼠 中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把共产党人给弄死 人人喊打你还选举 你就被人打死了 中国共产党 所以人家台湾告诉你 两个人民叛统一 咱们自由选举 人民进党创始人给你画个招了 你共产党你硬个声啊 他不敢 他敢硬声吗 他不敢 硬完声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都变中华民国了 他哪敢呢 我不是说啊 我站的角度很公平 我们家大家都知道从哪来 我很爱国 超级爱国 我才说这个话 中年逆耳 我说的话一定是爱国的 不爱国就不聊了 然后再聊C919大飞机 西方制裁肯定死的是个万国旗 拼凑来的 有人特别牛逼说 中国我们的发动机马上就自主研发了 哎呦我的老天哪 就是我也不知道 这个你这个脑子是咋着 你去看看现在中国所有研发的发动机 所有啊 我再加以所有啊 包括军队的运二流 发动机的核心材料是不是进口的 你去查一下 我们现在发动机的核心材料不是进口 中国能不能生产出来 如果你发现原来中国的发动机 所有国产发动机的核心材料全是进口的 我们连材料工艺都没有 都生产不出来 我们发动机设计的软件都是西方软件 你发啥动机呀 啊 人家软件只要跟你一停 人家材料只要一不供给 你哪有国产发动机呀 行行吧 真的咱们真的行行吧 老铁们 我有时候说啥都没有跟你讲 我说啥都没有跟你讲